怎么这么正式啊 我以为会去个大拍档什么的呢 辛苦一天了 好好慰劳一下自己 每次吃一餐的时候 我都得心里默念 左手插右手刀 生怕自己拿错了 喝汤的时候不能出声音 切牛排又怕自己切的形状不好看 意大利面一摆在桌子上 我心里就想 这时候要是有双筷子就好了 你现在是销售了 以后要经常跟客户吃饭 这样的场合会有很多的 吃个饭就这么紧张 哪还有心情跟客户沟通谈判呢 说起来也奇怪 如果是相亲呢我就不害怕 但如果是跟客户见面 我就不敢畅速于言了 你想想看 相亲是将对方介绍你这个人 见客户是将对方介绍你自己的产品 两者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这些两个人必须合演员 你要有个人魅力 可是个人魅力这种东西 其实是甲之熊掌乙之皮霜呀 有些人就是气场不和 就看了第一眼 就有生理厌恶感 根本不想再继续了解你的兴趣 爱好和特长 如果我见了客户 还没有介绍我自己的产品 就因为我长得不像林志玲 或者因为我没有做到笑不露齿 直接被客户给怕死了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 你当见客户是什么样 人家又不是笨得你这个人来的 你长什么样 跟药谭那事儿没关系 你只是必须在第一时间 掌握住局势 让客户静下心来听你的介绍 然后再一步步地 挑起他对产品的兴趣 说得容易 怎么把空啊 你被人求过婚吗 求过 好 那你现在回想一下 当时对方的神态 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是什么 表情有一点凝重 强势力带着一点脆弱 好像如果我拒绝了他 不光我自己会后悔 他也会很难过 没错 其实不论两个人感情 已经有多好 对于提出求婚的这个人而言 永远顶着被拒绝的风险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诚意 要让对方觉得 如果他选择 不跟你一起生活的话 他就做了一个 大错特错的决定 要让对方感受到 你是真的鼓起了勇气 很有诚意地提这事儿 这样子 对方要拒绝你的话 也挺难的 怪不得说你销售不好做呢 见一次客户求一次婚 我得活得多眉心没肺 才能练出这种本事来 你现在试试 拿我当客户跟我谈合作 记住我刚教你的 陆总 你愿意跟我们公司合作吗 意思差不多 但感觉差一点 没有求婚的那种 必须拿下你的感觉 是 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想求婚的 我看我像骗婚的 我演一次给你看 你记住这种感觉 嗯 乔小姐 我们公司的情况 都跟您介绍过了 那您看 您 愿意跟我们合作吗 好 我 不愿意 愿意 谢谢 先生您的菜 你看 管用吧 学到我一点精髓了吧 你功力太深了 我回去再练练 对 回去对着台灯 对着杯子一遍遍地练 等到把必杀的眼神练出来 你就成功一半了 嗯 对了 明天 你去一趟江州 代表赛斯去见王桂林 王桂林 咱们主公的不是于智德吗 王桂林也得见 记住 更人魅力加上求婚的魄力 明天正好实战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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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